Ik Sie Verwandt Hello,大家好,现在是今天早上 我们今天一大早很喜欢 就在家里面评论一下 然后现在下午吃个早餐 我们准备一会儿去买点衣服 我们又来这边点单了 吃两个 看的不错 这个好吃 然后再点一个卷的 吃得到了 每次点酱的话都很喜欢点这个绿色的酱 今天换了一个沙拉 有一次我去吃龙虾卷 然后他们都送我小黄瓜 就送我腌的小黄瓜 后来我吃了一下 就最近很迷 然后家里还买了一大罐腌黄瓜回来 因为我很喜欢吃酸的 然后反正就是我一想到那个黄瓜的酸的味道 然后我就会流口水 嗯 还蛮好吃 那我买的那个牌子的问题还是什么 我买的牌子没那么好吃 它的黄瓜会软一点 但外面的店里面吃的这种 捏黄瓜都比较脆一点 让它们自己淹来 还蛮好吃 很开胃 还可以解腻 哇 今天我讲了个豆豆 用遮瑕削掉了 我们看的不是很明显 哇 今天 气温60多度 天气还蛮好 哇 但是我还想着可能外面会有点纷飞 穿那个包衣 结果出来外面好大的太阳 都想回家换衣服 但又觉得很麻烦就算了 我们照例点的还是那个 还是鸡肉米饭浓汤的 我觉得这边真的氛围特别好 这里的都是在学习的 或者工作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除了不好更好一点 因为这边还是偏吵了一点 一边学习的话会听到别人在旁边讲话 然后还有放点音乐 太阳超大的 天气好好今天 好开心 夏天马上就来了 好开心 喝 没什么 啊 啊 再打猫 我现在在Zara 就很多人问我衣服在哪买的 我每次买衣服第一个首选的话就是Zara 我觉得是很平价 而且是很有设计感 每次穿一个季度的话都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我刚刚就是在挑衣服的时候 没有戴相机 然后现在进了更衣室临时想起来 要不然来分享一个就是买衣服的创搭 所以临时我又叫我男朋友去拿相机 像我已经拿了一大堆的衣服 因为每一次的话我要是买衣服的话 一般很少在网上买 因为我的身子真的很小 然后个子很矮 我只有1米6 但是我的腿相当于大概只有1米55的腿 所以呢裤子的话 很多都是我回国的时候买的 然后而且我每一件衣服我都要试穿一下 我挑这么多衣服 但是我不一定会买 因为我每一个都要试穿上去 而且我对我来说穿衣服气质很重要 我有很多衣服我看中 我很喜欢设计什么都特别好看 但是穿到我身上我就觉得不显气质 所以我一般就一定要穿上身了 我才会买 而且我一般会买的衣服都是我喜欢很喜欢的衣服 像就比如说这个吧 其实这个它是一个 它这个有点像碎裙 觉得这个适合1米65的女生 或者腿长一点的女生 因为这样穿的话 就是夏天的话其实蛮清凉的 而且又有点复古的感觉 其实如果你要配一个金色的耳环 或者是简单一点的 这个也很简单 可是但是对我来说它太大了 而且它这个是 它这个已经是XS了 但是ZARA有很多其实连衣裙我都特别喜欢 就设计感很好看 但是可是很多穿在我身上都太大了 我很像小孩子穿大圆衣服的感觉 就它这个其实肩膀这边还行 但是我觉得如果它要是这边再小一点的话 可能会更合适我一点 就是会更显气质 会比会比这种的话就更显气质 而且裙子对我来说太长了 但是我觉得个子高的女生其实挺不错的 而且简单我觉得还挺有质感的 所以我觉得挺学生挺清纯的 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太大了 整体看的话就没有那么好 竟然看到一条裤子很合身 而且这个是34码 我待会问它有没有32码 不行 哇终于有一条适合自己的 ZARA有很多条纹的裤子那种长裤的 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长了 它从整条裤子的地面估计到我这儿了 天呐太恐怖了 所以我买不动 我觉得这姜黄色的T恤还蛮好看的 就特别休闲 然后接着是这个小背心 大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穿这种 就是一条袋子过去的这种小背心 会显得肩膀这个形状特别的好看 特别有气质 放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你可以搭一个高腰的裙子 收起来也会特别显气质 特别好看 我刚刚看到这件T恤的这个图 那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 我觉得还蛮好看 但是这个size比较大 这是M来的 因为S已经卖光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回头去网上找一下 可能会找一下这件的size S吧 我觉得夏天只要穿oversize 或者比如说在家当 拿来在家当设议也很不错 我觉得很好看 听到我煮个饭还可以穿这件 又是一件这种小背心的 但是这个是偏民族风一点的色彩 它就是 颜色特别多 我特别喜欢穿露背的那种衣服 我觉得超好看 尤其是如果你背上没有痘痘 或者然后没什么肉的那种 我觉得穿的超有气质 很有骨感的那种感觉 后背的话还是蛮显气质的 比较我看 是这样的 但是这件衣服太大了 对于就是比较娇小一点 身材的女生的话来说 好鲜哦 这条裙子 而且好甜美 但是对我来说太宽了 这已经是最小的size了 这个小肩膀 就是会显得肩膀比较挺一点 而且很显气质 又很简单 接着是这一件 它旁边是一个这种 拉出来旁边是这样子 是小设计的那种 如果要是找一条 有质感一点的裙子 或者裤子的话 就是搭这个衣服的话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是很有气质 出去放节的时候 后面有扣子 但是我就懒得扣了 因为这件衣服对我来说大了点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件 但是这件衣服对我来说真的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它设计的话我还挺喜欢 穿在身上是这样子的 这件的话我觉得如果要个子高1米7的女生穿的话 我觉得特别合适 而且我的肩膀太小了 穿这个就有点黑五式的感觉 Oh my god 反正我不想看 我要换上我的衣服出去结账 拜拜 待会见 我们重新的去买完衣服了 现在又开回费城 在这边唐人街找了一家 牛兰州拉面 因为相机也没电了 所以这次又是一起用手机拍的 我们点了个蜡猪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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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是很香的 从那边逛完回来感觉又累又快 吃一下这个辣的还可以醒醒我的脑 对 而且主要很辣 嗯 有了嘴唇要走 我的面条到了这个是牛肉刀上面 然后 我的这个是粉柔拉面 对啊 还是还有牛肌牛肉什么的 我也第一次吃了 不知道好不好玩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特别喜欢吃 就是一些小吃就像那种臭豆腐 然后它是香菜配种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哎 这个叫什么 酸菜 酸菜 我觉得特别好吃 特别香 现在到家换了快电池 有电了 可是 今天我穿着拖鞋逛了一天 我的脚都给磨破了 两只脚都是破的 可怜的我 塗了个青草油 现在好累 就适合动一动脑力 看一看 跑男 想要知道我们上有多累吗 我们电视看他看着 他就睡着了 很搞笑 跑男里面在拍 就是他们用脚脚脂掰 掰脚脂 嘿嘿嘿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打算 跟我们家狮子男也来一下 掰哪边 你掰这边我掰这边 好 一二三 那你怎么样 用我 用我 我的脚都变形了 你的脚体实验后 用脚啊 好 这有一种感觉你脚 脚上的膏膏 你脚上的污垢都蹭到我脚上 是那边你误过我比我还短 来 不是 哪边 就比如说看这边 来这边 这个 然后看谁先移到这边来 好 行 移 什么移到那边来 你要移移到左边啊 对啊我移这边啊 好 一二三 go 不是这个啊 你要后脚跟移过去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啊 没说是后脚跟啊 就是你要整个脚这样移过来 好 还能这样 一二三 go 肯定不可能 那我都移过了 这个有点疼 不行换一遍 看这叫第11 神经病 我怎么就后啊 我嫩嫩的小白脚 好 好 一二三 一 不行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有点 不行 因为我手 我没有两只脚 我没有两只手撑的 这个 好 来 我要 一二三 go 你用力了没有 要 你用力了 我靠 你用力了 没意思 我不好玩 玩这个游戏 一定要 最好两个脚size差不多了 这种他脚太大了 我没办法赢